黄埔建校百年庆午宴活动 邀请到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 季清耀及夫人黄慧如 联邦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蒙氏市长黄太平 盛盖博士议员丁炎宇等贵宾 与黄埔校友等人共相胜举 今天我要向我们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国君 以及他们的亲属 寄上最高的敬意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捍卫之下 我们中华民国继续保有自由民主的制度 以及这个人民享有非常快乐而富足的生活 那我们祝福我们中华民国永远的昌盛 活动中南加州校友会会长陈柏琪强调 感谢全体来宾对黄埔军校的深厚感情 一辈子能参加到一次百年庆活动非常感恩 当年孙中山先生自立东征北伐剿匪抗战 像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是在大陆时期的这个陆军官校 我本人是在台湾凤山 那这次呢 因为我是南加州陆军官校校友会的会长 很有荣幸的担任这次这个百年校庆的主办单位 我是主办人之一 我们还有其他的学长帮我们一起筹办 还有各界侨团 都大家一起把这次百年校庆我们做的振胜大 因为不会有第二次了 一个人一辈子能参加这个百年校庆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 国父的理想从军政训政宪政到今天的台湾民主化民主自由的程度呢 是大家所共同努力 而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活动由陆军军官学校南加州校友会主办 并感谢多家校友会共同协办 分别由海军军校空军军校国防医学院 政战学校中正理工学院 中华民国退伍军人南加州分会 美西黄浦亲友联谊会等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